這段時間對我們家屬來說 真的非常非常的艱難 我真的是人生不可承受的痛 首度公開面對媒體受訪 許坤原妻子代表家屬 感謝各界關係 情緒一來忍不住痛哭 可以說他把他的殘身 都奉獻了給高雄 聲淚俱下 心疼丈夫為高雄做的努力 林思宇也曝光丈夫的最後心願 她生前最大的願望 就是希望生活在這一塊土地的人 都能夠為人民的幸福 共同努力 面對丈夫死訊心力交瘁 許坤原妻子聲音越來越小 還邊喘氣 讓旁人看了相當不捨 她也希望外界別再拿丈夫做文章 高雄市長韓國瑜也還原許坤原 墜樓當晚的最後感嘆 她在跳樓自殺之前 跟她太太女兒聊天 感嘆 台灣民主怎麼會這個樣子 她的小女兒跟她聊完勸她 去洗澡 針對許坤原親身遭到扭曲抹黑 韓國瑜痛批台灣人的善良厚道在哪裡 恶意的謠言扭曲 甚至身後持續追殺 台灣人的善良到哪裡去了 台灣人的厚道到哪裡去了 韓國瑜在靈堂開放後天天去 他也呼籲台灣人的善良 不要被恶意的民主抹滅 讓死者能夠安息 記者楊俊宗綜合報導